就是客户那边要资料的话 那我的资料有的时候就会用SS来储存 那SS资料当然也可以很快的把它汇出成XML 其实在那个我想这地方如果你有SS资料库的话 开起来比如说刚刚有个商品编号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的 那如果我给你SS的资料库你可能开不起来 也许你的电脑也没有SS开不起来 可是我给你XML你或许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我发到网路上大家都可以共通都可以流通 所以这个XML应用其实还蛮广泛的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这个里面的资料给人家的收视那个XML 其实很简单在SS里面按右键 这边就有一个叫做汇出 汇出里面我刚刚其实我刚刚的做法这样 我给你们的资料就是用这个汇出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档案类型的部分呢 往下找到有个叫XML 它自动会跳出这个资料表的名称 那我刚刚就直接放在桌面上 比如说把它汇出去 这样子汇出去呢 那我汇出的时候呢 我只有在XML的资料上打勾按确定 出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桌面上面就会看到这个档案了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汇出其实还蛮方便的 只是应该大部分同学应该开应该都没问题吧 汇到Excel 其实只要修改一下 那这个是方法一用SS来输出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刚刚有给各位一个范例 这边比如说呢 假如说我今天要汇出资料 其实你们也可以用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其实复杂度还蛮高的 不过我建议各位可以把它当Sample 你只要知道修改哪一些就好了 里面的话特别注意 在我的那个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储存工作表的资料 这一个 这个程式里面 其实主要呢 就是几个地方要修改了 其他大概不用修改 第一个就是 这个地方Set Name Range 这个Name Range指的就是说呢 你输出的时候呢 上面一定会有栏位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的栏位在哪里 你就指向给他 看几栏 你就给他一个Range 所以这个地方 Range B2到D2 这个范围就是栏位名称 那底下就是我的资料范围 就是B3到D7 第一个就是我栏位跟资料指定给他 第二个的话呢 我其他部分应该都不需要修改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都是那个Microsoft的这个XML 这个我想这个跟前面都一样 不需要修改 那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的这个部分也不用修改 那他自动会输出 那这个名称要修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名称 你到处输出的资料 不是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修改 你可以create一个 这个他的这个项目名称 然后这边也是项目名称也可以更改 那最后输出的话呢 比如说你要输出到哪里 在这个路径底下一样的路径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叫商品编号好了 我把它改一下名称 叫商品编号 OK 然后呢 加一个2好了 我印象中好像已经输出过一个 这样的方式的话 他就帮我把什么 这个画面上面的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输出到同一个路径底下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把执行 或者按这个按 这个按键按下去好了 OK 按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就会多一个这个 商品编号2 打开来看一下 OK 那会不会是我刚刚的资料 没错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将来各位如果说 要输出成XML 也可以利用这个范例呢 去做修改 大概看一下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呢 主要就补充那个 XML的三个 我想常用的 一个是如何读入这个XML 一个是如何读入网络上面的 XML的一个资料 那第三个就是 怎么样把XML的一个 XML的资料 把它转出为XML的一个 这个档案 还是在旁边上 继续上必须入它